这玩意我从来搞不懂要怎么弄 你是不是应该看一下 我可以吗 我会对这个事 因为是一个女导演 要拍一个这样悬疑的 叙事的这个剧情电影 所以就变成是说 我们对摄影师 像我们请关美扬来当摄影师 就是用不同的观点来看这部片 然后我们找了香港的剪接师张家辉 他来做这部片的剪接 也就是说想用他们 因为在香港拍警匪片 动作片比较多 那我们想让我们这个片的节奏 稍微快一点 导演给我很大的信任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就是大家互相信任 然后去才能去发挥 如果大家都是很多怀疑的话 就大家都会很多限制 就没办法去把事情做 哎呀 这个今天是稀里玩啊 真不赖啊 谁谁进来 谁谁谁出去 全都录下来了 就没有一个人跑了 这部电影 它的内容或是试点 很多都是作理导演 他比较女性的一些角度 但是其实我跟他聊的时候 他非常喜欢的是 比如说杜琪峰的电影 我觉得这方面 镜头方面 他并没有要说很女性 很温柔的一个东西 因为这部电影 也不是一个很温柔的东西 反而他会有跟我提过说 好像我拍的东西出来 姐妹的一些情感 比他想象的更暖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 它不是需要一些 很女性的视角 反而它是比较 有一个张力的东西 干什么啦 没想到这边有意思的 去找身边 我有意思吗 你说呢 对我来讲 他是一个非常文人的摄影师 他不太像一般 香港的摄影师的 那个工作状态 甚至应该说是 他比较不像是一个 标准的电影摄影师 但是也因为这样 所以我觉得 他对人的那种感觉 还有就是一些 帮助新导演的部分 我觉得非常的好 我其实是很满谢谢他的 就是说 毕竟他还是很有经验 跟过一些大导演拍片 然后用他的这样的一个 很成熟的经验 来帮助台湾的新导演 我觉得是 真的要非常谢谢他 我们用了那个捷克的电动大声匠 那个是大概在拍电影里面 也很少 就是在一般 两千万以下的 制作的这样的电影的层面 也很少用到这样的器材 而且我们还用大脱调的大声匠 也调到一个 那个四楼顶到五楼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难度 是一个比较大的难度 他想要的还是会想要站 像我们直升机航拍 因为原本来我从来做电影 就是在一定的预算内 想做好该做的事情 但是有时候航拍是因为 他真的很需要 其实我很担心航拍 但是还是要配合他去做 所以我们大概台湾的电影 大概很少用直升机航拍 这次拍片纪念对我来说有点特别 就是我觉得 我的心情上面非常开心 就是做这次的工作 前期拍戏的时候其实压力比较大 因为那时候还在做角色 然后可能跟导演之间 有一些冲突或者是扭擦的部分 那个部分要讨论的时候比较辛苦 但是后来真的开始拍摄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每天都在玩 就这样讲 被大家听到他一定会很不开心 昨天我想 昨天你不要玩 昨天大家操得比较辛苦 可以大声说了 我们今天到三点 我觉得这个角色 我后来有一直把我自己的另外一个部分勾出来 我觉得我在拍片的时候 就很像一个野孩子 又变得很顽皮 然后有很多的顽皮的本性被弄出来 但是也因为这样 他可以增加了这个角色的某一种 某一种立体性格 Wheed when i'm working in like for example in los angeles as soon as i've done working I immediately leave like I want go home and I want to go and rest عن But here I find that I hang out and you know woi liao yi liao just you know Just i'll like hang out and chat and talk to people and there is a feeling that even though i'm not working 我和朋友們相約 所以我不會馬上去回家 我不會馬上去回家 我不會馬上去回家 有種感覺 我會留在外面 然後繼續聊 我花了很多很多時間 我問很多人就是 他們是怎麼理解這個角色 因為我其實我一個人 沒辦法看清楚 他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情況 因為我沒有經歷過 然後我只能用想像的 但是我又不能理解 為什麼他會有這麼多奇怪的行為 可是我還蠻高興 就是好像有一段時間 我真的就是明白他在幹嘛了 然後我現在是過了那段期間 我是真的能夠相信 我自己是楊柔星的 道德 你偷拍這麼多照片 我說什麼道德 這是什麼意思 我覺得演完這個角色 我會想念那個角色 因為我很少這麼投入一個角色 然後他算是我的第一次 嗯 好香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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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呃 下次再上去的时候 就不会是这样子了 就不会是太轻松了 一生必须强 就是那一场对手戏 我觉得那一天晚上 我很嗨 我很享受 每一分每一秒 在跟他对戏的时候 因为他就把自己 当作那个状况 而且不离开 然后这样子的东西就影响 就让我也感觉到 我也必须付出 我很享受那天晚上 够了 够了 我以前就是一个很 很后知后觉的人 对很多事情不会有那么多的感受 然后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感触 但当演员之后我觉得是 他把很多的感官打开 然后你就会开始变得比较敏感 你会去注意到别人的经验 去看到别人发生的事情 然后进一步变得是 当别人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会有同样的感受 会有同理性 所以我觉得人变得比较敏感 但是也会变得比较敏感 然后你对很多开心不开心的体悟比较多 我觉得会变得更容易真实 然后更容易快乐 跟满足 烈焰是一个有谋杀 有情欲 有人性 有偷窥 色香味俱全的一部电影 来来来 别那个了 来喝一杯再说吧 辛苦了 这眼还吃 没有 我只想到找眼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哎 别告诉我 你拍完原本了 這樣好,我現在不聽你的了,我告訴你 我不聽你的了 我現在不聽你的了,我現在不聽你的了 對不起 對不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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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